阅读科技旅行,生活可以很大,对话设计学习,思考不嫌太多,这里是iTunes获奖播客,狗熊有话说,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。 哈喽,你好,这里是独立知识经托口秀,狗熊有话说,Bear Talk,我是大狗熊,我前面来了一只乌鸦,是,今天是周末,那么我在利家不远处的一个露天的酒吧, 旁边的吧台呢,在放着周末的音乐,然后呢,小鸟在树枝上唱歌,刚刚有一只,应该是乌鸦或者是其他黑色的一只鸟啊,飞到了我的桌子上,然后又飞走了,这是新西兰典型的一个夏日的下午,那么我也想利用这样的一段比较宝贵的空前时间,多做几期零散的关于读书的节目, 因为我突然发现在回顾2015年制作狗熊阅读那段时间的节目,和当时的一些心理状态,精神状态的话,我会特别怀念,也特别怀念那一年两年的这个夏天,制作跟书有关的一些漫谈, 我发现我在聊和书有关的东西的时候会感觉很放松,那么也想把这个状态继续下去,所以近期的一些狗熊有话说节目的更新呢,我可能会零散的和大家分享一些不成规律,碎碎念的,没有这个系统整理的, 然后带着大量口语风格的这种关于阅读的节目,那么今天这期呢,我想和你聊一聊,近期我刚读完的一本,应该算是畅销小说,历史小说,马伯雍的两经十五日,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马伯雍上一部,历史小说,长安十二时辰,如果你没有看过,也有可能听说过同名的网剧,没有读过小说的话,也应该会看过同名的,或者听说过同名的网剧,非常的,制作也很精良,然后呢,故事也很抓人,也成为在一段时间的一个热点的话题, 那么马伯雍他是,如果硬要说的话,他和新西兰也有渊源啊,这个马王爷曾经来新西兰留过学,然后后面呢,又,呃,又回国,然后呢,成为了现在在网络上,炙手可热的啊,在国内文化圈,或者说在国内这个娱乐文化圈啊,炙手可热的一位啊,作者啊,那么两经十五日这本书呢,其实是延续了他在, 写长安十二时程式的一些风格,嗯,我想聊一聊这个长安十二时程这本书的一些这个片段,可能大家会有一些感受,那么长安十二时程当时呢,他是受到了游戏刺客信条的一个影响,就是有人提了一个脑筋急转弯,或者说算是一个开脑洞的一个问题, 说,哎,如果能让你选,呃,自己能够在刺客信条这样的一个设定下,穿越到古代,哪个就是不限这个时间,不限空间的这个,呃,历史时期的话,哪个时间,哪个朝代是你最想去的,让马博雍的这个回答呢,也是很多人有共鸣的一个回答, 就是回到中国的,呃,盛唐时候的长安,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,这个城市啊,是, 就是充满了各种规律的,呃,规律的奇景,我们可能在现在离我们非常远,而且那个唐朝人的生活离我们也的确很远,啊,一千年前的这种,呃,这种状态,那么在那个时候又是一个极度开放和包容的一个,呃,一个一个都市,那么应该会特别有意思,那么他就后面把这个,呃,脑筋急转弯,或者说这个脑洞吧,发展成了一部小说, 然后就变成了一部,呃,有着精险情节和紧凑的节奏,还有现代化,现代式的这种人物的设定的,这这样的一部历史小说,长安十二时程,那么也,呃,引起了很大的轰动,那么我也做过相应的这个读书的节目和大家分享过,在这里就不再细说了,那么,两经十五日这本书,其实风格上延续了长安十二时程, 啊,这个非常受到好评的这样的一个,呃,这样的风格,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明朝版的刺客信条了,因为他的这次的故事呢,设定在了,这个明朝,呃,是一个,呃,也源自于,呃,一个历史的这个真实记载, 那么,呃,按照豆瓣上的这个内容简介,他是这么说的,说本书故事呢,源于明史,里面关于朱湛基,呃,的一段真实记载,这是明朝的一位皇帝,呃,这句话是这么说的, 下四月,以南京帝,旅阵,命网居首,五月,庚臣,人宗不遇,喜书昭还,六月薪酬,还至良香,受遗招,入宫发丧,啊,那么就是,呃,翻译过来,就是下,呃,夏季,四月份的时候呢,南京发生了很多次地震,于是呢, 这个皇上呢,就派太子朱湛基去,去看一下啊,就是有点类似那种,呃,钦差大臣一样啊,就是这个特使,去去查看一下,去安抚一下,然后也锻炼一下下一代嘛,锻炼一下领导人,然后就去了,到五月,呃,突然就传来消息说,这个皇帝,呃,这个身体已经不行了,那么让,这个朱湛基作为太子呢,赶紧, 回去,六月初呢,他就回到了,这个,呃,回到了,回到了北京,然后呢,受到了遗招,于是呢,入宫,开始发丧,那么这个故事,其实这,这句话其实信息量非常大,因为,呃,可以想啊,五月下旬,受到了这个皇上,已经是病危的通知书,那么,呃,短短的,十几天的时间,呃,一个月不到, 就奔,奔赴,这个,几千里地啊,因为从南京到北京,在古代的话,你想最快的方式去走这段路,也要将近一个多月,那么,呃,那么同时呢,作为明朝那样的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斗争的背景下,那么,你没有赶回去,没有能够,呃,取得正式的这种,政治上的这种认可的话, 那么,你太子可能就被废了,呃,因为明朝是出了名的这种,这种,呃,这个政治斗争复杂的一个朝代嘛,那么,呃,这句话的故事后面,有什么样的一些,呃,就是惊心动魄的事件呢, 啊,马伯雄就开了脑洞,然后呢,写了一本书,叫做《两经十五日》,他是这么说的啊,说,呃,千里长河,星夜奔驰,四面楚河,四面楚歌,命悬一线, 太子这一场,沿着大运河的急速奔跑,跑出了王权和明义的博弈,跑出了公伟与官场的心机搏杀,跑出了纠葛数十年的复杂恩怨,也跑出了从崇高到卑贱的优微人心,哎呀,然后里面呢,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角色,那么最终呢,是组成了一个四人组的这个组合,啊,一个小捕快,一个女医生,一个小官, 还有一个当朝太子,那么他们结成了这样的一个组队,一起从,呃,先是,呃,花了很多,这个,生命危险吧,冒着生命危险,离开了南京,啊,这个,逃离了敌人的阻击和搏杀,然后呢,呃,沿着大运河,也就是所说的曹运,大运河,从南京呢,一路回到了北京,那么是这样的一个故事, 这个故事的风格就像刚刚说的,他的,呃,风格是一个非常接近于长安十二时程,那么这么说吧,就是里面的人,思维方式是我们现代人能够理解的这种现代思维方式,也就是会想,我要去,这个,要不能辜负我的朋友,啊,不能辜负我的这个伙伴,啊,然后也会去想我的目的,啊,我的,就他们的心理活动的描写, 他们的思维方式都是大白话,而且是,你我理解起来完全没有障碍的,然后他们互相之间讲话呢,也符合他们各自的性格,有的人讲话文邹邹,有的人讲话呢,气语轩昂,有的人讲话呢,就和我们,啊,这个,市井的一些小朋友讲话,那么差不多, 然后呢,其中的设定,这一点可能是马博用历史小说最缠,最长相的一个地方,就是他在考据历史的设定方面,非常的认真仔细,那么里面的这些设定呢,都非常有画面感,这我想也是,为什么长安十二时程会在极短的时间被改编成了小说,啊,改编成了电视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,那么,读,这个,两斤十五日会有同样的感觉,还有呢,就是,作为, 呃,流行文化的这个,呃,就是,受到流行文化所洗礼的这一代人啊,我们可能像,对于好莱坞的这种节奏的桥段,或者说对于游戏的这种,呃,节奏场面的这些,这些描写方式呢,非常的熟悉,所以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,你会天然的感觉到一种,呃,很有亲近感的感觉,然后就我来说呢, 呃,我读这本书啊,其实,呃,一方面是,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,那么作为娱乐,但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涉及到了很多关于明代,大运河,也就是草运的历史,知识和典故,呃,所以这一点我觉得,真的是就像玩游戏刺客信条一样,你玩玩一个游戏, 然后呢,也学到了一些相应的历史典故,呃,那么也能够受到一定的这种,知识方面的这种教育,但是呢,同时呢,也兼顾了娱乐,所以,呃,感觉非常的舒服,但,呃,会有一些人的评价说, 这个马博英在,呃,人物塑造方面其实做的很差,然后这个,呃,不像其他的一些成功的经典的历史小说那样如何如何,其实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太过于,呃,就是 expectation,就是期望和预期和自己的这个,呃, 就是对这本小说的这个预期呢,不是,不是,呃,统一的,因为更多我们阅读一本小说,呃,或者说像这样的一个历史题材的流行小说的话,呃,不用带着那种正经微作,呃,你要焚香,更衣,然后再去读书的这种状态,而是只是一种去享受这样的一个故事,那么就像你去看一个美剧,看一个爽剧,呃,比如说现在的这个,呃, 女王的棋局啊,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剧,你说你要在看完之后学,呃,就就深刻的体会到人物的命运啊,什么什么,没有那么高尚,但是更多就是把一个故事讲好,但同时又学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,我觉得这可能是,呃,读这本小说我收获的一个,呃,一个点,然后呢,呃,更多我也觉得大家可以去,呃,去买来去看一下,因为,呃,对吧,小说这样, 这样的这个文化,这样的这个文化,支持的人越多,写好小说的人应该也会越多,好的,如果你感兴趣,不妨去找来,看一看,呃,去买来,这个看一看,我在亚马逊买的这个Kindle版,呃, 呃,优惠价格16块9毛9,呃,两册啊,感觉非常的划算,大家也可以去去购买电子版或者是纸纸版支持一下,OK,那么这是这一期狗声音话说推荐的小说,两金十五日,马博雍啊,希望大家喜欢,那么我们下期下本书里再见,拜拜 拜拜